到处都我们的房 哪儿? 到处都我们的房 这边啊 哎呦好家 哪个? 这边都跟贸易公司那些都我们的房 都卖了 都卖了 聚会 聚会也是您的 这边呢 这边都是我们的 所以咱记录一下 那边的小楼 二层小楼 那边的二层小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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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 上边接那个 哦 以前都是咱们这个 都是 八大处 聚会晋刷产的 哎您这现在属于晋刷集团吗? 不属于晋刷集团 属于天南公司 天南设计公司 哦等于属于区里的 哦 您在这儿干了年头挺长的了吧 我也没干 我从别人调过来的 哦您是调过来的 对 我调过来的早 我从也近三厂过来的 哦 也近三厂 不是也属于这个聚会的吗 对也属于聚会 哦 哦 哦 你看这种老的厂子都没了 哎呦 西园那都是我们的地儿 那边啊? 都是我们的地儿 哦 以前这块干嘛的呀? 这块已经是业务 哦就是那个 业务室 业务室 所以这块保留下来了 业务室 旁边那对面那楼里租了江队 哦那楼里也是咱们的? 楼都是我们的 就这个楼啊? 红楼啊? 红楼啊? 都是咱们的? 那地儿不少啊? 是 那现在就是这块租房也收益不错吧 就是租房 是吧 你看看 要不这些退休员工怎么办啊? 您今天有 六十 六十了? 马上退休 也该退了吧 哦 马上退了 哎呦 真是太难得了 记录一下 北京市崇文青印刷厂 这是咱们老的这种国营的厂子 这儿以前是叶游室 东小市街五十号 后边工作也是咱们的 嗯 这都是历史了 一切不复返了 嗯 是吧 所以呢 有些东西就得要记录嘛 以后都是珍贵的资料 对啊 您像这块我估计也不会时间太长了 你说呢 但它片太大了 它啊就是以前这种厂子啊 好些地儿都是咱们的 后来呢 陆陆细细就没了 所以这东西就这样 一个时期一个历史 嗯 记录了多少人的这种 故事和往事 嗯 是吧 这古树 啊 苍天古树 也在记录这历史 对啊 像这个古树 对象们得上百年了 嗯 是吧 所以呢 你看看一条胡同里头 他记录的多少故事啊 是吧 自从崇文和宣武合并成东西城以后呢 我们很难再见到崇文和宣武这样的字眼了 我想这是多少人的记忆 我们虽然还生活在这块土地 但是感觉不一样了 再有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工作过几十年的企业 为什么今天都没了 我记着那时隔三不远的胡同里就有一家企业或工厂 这些企业离家都不远就在身边 维系着多少家庭的生活命运 突然有一天倒闭下岗了 这些企业也许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也许是污染企业 但那些厂房都去哪了 是啊 我们有许多的不知道 时光仍然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东城和西城 今天借此视频纪念一下北京的老厨文和老宣武 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大家留言评